我們今天要來拍這個月的Costco採購 那採購有買了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去Costco搬回來的 還有前幾個禮拜去Costco買的東西 一共有這一些 四樣 對 雖然只有四樣 可是有一些還蠻貴的 比如說這一項 這一項百多塊 對 然後這是我們Costco的手機 嗯 那我們現在從哪個來介紹咧 從碗開始介紹 對 這個是我們有一次我們要去買肉對不對 應該是聖誕節就到了 對 前兩個禮拜吧 我們去買肉的時候看到這一株碗 我覺得這一株碗CP值太高了 嗯 我們有在影片裡面大家有提到一下 可是沒有正式的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一株碗真的很讚 這個碗有十個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每一個碗都不一樣 裡面有不同的花紋 然後那時候有講說其實在聚會的話 多人聚會的話其實很好用 有不同的顏色跟花色好辯論 像我就很喜歡你右手的那一個 黑黃這樣子 對 我覺得搭起來很好看 對啊 花花的碗吃起來 吃飯的時候看起來也比較繽紛的感覺 繽紛的感覺啊 而且這一組不貴喔 我覺得四百多塊吧 對 原價是四百多啦 但是我們其實才買三百多而已 對啊 所以其實還OK 身體還OK 現在應該是還買到 我現在可以去看一下 對啊 只是它比較薄一點點 它跟一般的碗它比較薄 哦 而且也比較偏 有點小 就是正常碗的尺寸 你如果是那種想要吃大碗公的 你就不適合這種的 對啊 你都吃大碗公嗎 沒有 很繽紛啊 你看它裡面還有其他的顏色 對 這種點點的啊 還有圈圈的啊 然後大部分都是比較亮的顏色去做搭配這樣子 好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你的愛 畢美巧克力脆片 粗片啊 它很粗片 這個東西應該很多人小時候都有在吃吧 沒有 我跟你不同年代 好屁啊 這個很好吃耶 有吃過 可是我不會常常買 因為我記得好像去Seven買 好像一片快四十還五十吧 有那麼貴啊 你騙不便宜 太貴了吧 單片啊 它就賣單片啊 對啊 我忘記了 燕馨有吃過嗎 有 有齁 所以不是我的小時候 這個是我們童年的回憶 這個很好吃啊 而且看到Costco它是賣一整盒的 再來是我們剛剛去買的兩個東西 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氣泡蘋果汁 它是氣泡 你看它整個樣子 它看起來很像酒 不覺得嗎 而且大罐很像香檳這樣子一大罐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可能有酒精你就會跳過它 可是那是我在YouTube上面也有看到 它本來是 好事多的員工 然後私心推薦 他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對 員工推薦的應該就是真的不錯的東西 然後他說冰冰的更好喝 冰冰的 我怎麼聽起來很像是那個以前的廣告 沒有 統脆香酥脆 越冰越好吃 我們之後再試車喝起來怎麼樣 然後覺得不錯的話 下一次的Costco回購購買的那一支就看到這個了 這個還不錯啦 如果我們下一支沒有回購 沒有或者是很久之後都沒有特別回購 你就知道了 那這樣子才419還算還OK啦 一瓶100多塊這樣子 一支是100多塊 那它看起來還蠻大支的 我覺得這樣子價格是正常的 而且它蘋果汁耶 本身蘋果汁就不便宜了啊 而且它的它說原有率有99.3元 一放快全部 對全部的還原果汁 將近快要整個都是蘋果汁的感覺 對啊 所以到時候我們來喝喝看 你不跟我講我還真的以為這個是香檳耶 到時候我們再試喝口感看看好了 好 再來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重頭戲 對 就是菲利浦的氣炸鍋 而且這個跟之前不一樣喔 這個是我們剛好上禮拜經過的時候 被它那個外型吸引到 它這個手把顏色不一樣 它的手把應該是說 之前都是銀色配白色這樣子 我第一次看到有玫瑰金的顏色 對 我們那時候經過就覺得 哇 這好漂亮喔 而且我們經過的時候 看到很多旁邊的人經過也就是說 好漂亮好漂亮 都是被它玫瑰金的顏色吸引到的 對啊 然後因為氣炸鍋的話 那時候我們有考慮 就是其實我們一直評估 要不要再買這個氣炸鍋這個部分 然後結果你就被它燒到 我們前前後後評估大概一年多了 夠久了吧 就是覺得氣炸鍋 看大家用都覺得很不錯 但是它那個價格 尤其是菲利浦 我記得之前經過看都七千多 七八千 一般在百貨公司啊 或是 就是家樂斧發大潤發 然後都是大概七八千左右 更貴 對比較貴 那黑色星期五的時候 Costco就有到五千多啊 那個黑色星期五 對啊 一年才有一次黑色星期五 你還要去排隊 你一早就要買超長的啊 對 可是就是 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買不下去 對啊 那剛好就是上次 上禮拜經過的時候看到玫瑰金 誒 又這麼剛好 我們五倍券還沒有花光 就決定把它買回來 對 那之後會有一支 單獨這一支的開箱文明 畢竟花了不少錢 順便拍一支來做一下成果 然後再來去買一些東西 看它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看它是不是只有外表 沒有內在 怎麼會呢 它平價這麼好 你們家是不是也是貝布 對啊 但是前一代 對啊 而且好像是要這一次的液晶面板有換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買過啊 它原本已經是蠻正方形的 喔原本是正方形的 這一次變成長方形的 有看起來比較高科技的感覺 嗯 差不多 差不多好 剪掉 那之後這一個就是會有一支單獨的 菲利浦的欺詐鍋 對 好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次就是我們去Costco買的一些 分享 對 不錯的東西的分享 不一定是最貴 但是都是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所以覺得有不錯的話就會推給大家 反正你知道嗎 新手Youtuber總是要找一點東西題材來拍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玫瑰今天真的可以去看看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幾個禮拜的Costco採購的分享 以後卻有看到不錯的在拍片跟大家講一下 嗯 好那今天就到這邊啊 喜歡我影片的機會幫我按個讚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跟分享 RHKFB也要追蹤一下才能報到最新動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郭媽媽要不要說一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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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郭媽買的玩具 你看買那麼多 我跟你們說一下話 說好買的 對啊 你看真的是好買那麼多玩具 真的是 相信嗎 那我告訴你 對 電網啊